好,踏入聖誕周,走來聖誕節啦,首先都預先講一句聖誕快樂 所以你就見到我們這裡,哇,很美啊,設了這個,欸,剛才我弄歪了的,讓我整個帥哥先 祝大家,因為我其實都很想接近隨夕那一日,再跟大家再講一些新年快樂的東西 先講一下,我今天除了講鬼故之外,其實就預告一下,平安夜那一集,其實都會分享一些聖誕節的鬼故 因為現在氣氛很好,你們會不會已經有些度假感覺,即是快要放聖誕節啦,是不是又要唱last christmas 但是呢,先分享一下,就是村長最喜愛的聖誕歌,好嗎? 那其實呢,村長最喜歡的聖誕歌,叫someday as christmas 那,咦,我好像就不是可以很,那個叫什麼,就是這裡就不可以這樣只播啦 那,但是我呢,就這個,欸,小小 music, someday as christmas 那就是,主要這首歌呢,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呢? 就是它的內容,是的,someday as christmas,它的內容呢,就是 類似是一些世界和平的,就是no hungry children 就是沒有一些飢餓的小朋友,希望他們快樂啦,是的 那,給一點點你聽,很少啊,那,等你們有個idea, someday as christmas 但是很快而已,三秒內完 是的,那就完了,板權問題很小心啊,幾秒之內立即完 那,其實這個someday as christmas呢,就有女仔版的 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就覺得每一年,喂,村長啊,連連都聽啦 s christmas那樣好悶呢,那就試試聽someday as christmas啦 那,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首歌呢?我第一次不來聽呢? 我就在傻豹裡面聽的,沒錯,就是pink panda裡面聽 那,那,當時呢,就是傻豹呢,就是,非常好的那個意境,在下雪 那,那,他一枝公呢,就很寂寞地去到呢,在一張公園的長椅那裡坐下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隻小狗走過來呢?那,他就不知道,他很窮啊,他很窮,傻豹 就不知道只有麵包還是什麼呢?他分了一些給那隻小狗吃 接著,聖誕老人飛過呢,即是,那時候的背景是播著someday as christmas啦 聖誕老人飛過呢,呵呵呵,這樣灑一些金粉,這樣一邊呢 他面前,就突然之間呢,有一張牆桌很多東西吃 那,傻豹就share,我不知道share給那狗,還是那流浪漢 我忘記,不是太記得了,戴女赤那樣 那,我自此呢,就很喜歡這首歌 還有,那時候可能小時候看呢,即是比較年輕,還是小時候呢? 即是看呢,就那個同情深的問題 所以呢,就是很觸動到,哎呀,覺得傻豹和狗仔沒東西吃很慘啊 哎呀,聖誕老人真是好了 那,聖誕節呢,就既是傷感,但又應該是開心的 那,我們下一集呢,平安夜呢,就說多些聖誕的鬼故啦 也都呢,說呢,聖誕節的意義 雖然意義呢,就經常都說,連年都和你一起一次 但我強調一次,聖誕節呢,是很慘的 聖誕節呢,本身不是快樂的 那,所以呢,就下一集呢,就深遠了 因為呢,今年就很特別 因為呢,今年是疫情的年份啦 即是,我們都差不多過了一整年是疫情啦 那,也都呢,我們新的病毒呢,又變了一種啦 很毒啊,現在呢,戴著口罩都傳染度很高啊 也都今次呢,那個,那個傷害又更加大啦 所以你們不要送鞋啊,繼續保持住 即是,那些口罩戴好一點 還有,我們現在呢,叫做口罩的質素好一點呢 我們最初,搶的時候很淒涼啊 是不是,記不記得啊 總之什麼,總之是布啊 即是都要,掩到口罩都殺的嘛 但現在呢,叫做口罩的質素好一點呢 那大家呢,就注重選擇一些保護力高一點的 學一下怎樣看 是的,那些高一點的來帶啦 因為現在呢,那個已經變了一種啦 是啊,不要買浪費一點 所以,我就有個老朋友呢 就整天喜歡買了五盲綠色的 其實我也喜歡的 我也喜歡的 我都喜歡戴一些公仔五盲綠色的口罩 但他呢,又亂買的 那我也提他 喂,你買這些不重要 你買一些保護力強的 喂,你不要亂來啊 那所以呢,你可以呢 因為反正就凍了 那你可以套一個保護力強的口罩 那那些花花公仔的口罩 你就放在表面上裝飾一下 都可以的 不過就一定要丟 就保持衛生啦 好了,那廢話不多說了 日海報的村長,快點說鬼故啦 好,沒問題 再提一次大家 如果你們補料給我呢 有人投訴我 村長呀,我補料給你 你沒有說到我的故事 你在那個 那裡提醒我 因為呢 你們想像不到 我一天裏面呢 是很多個 很多個 page 裏面 很多inbox 我就會 因為有人問你 就跳上頂了 那我一做事 走開走馬回來 找不回來 對不起,是我錯 因為太多了 還有很多人 塔羅牌 其他占卜上 有人問我 你們村長都很疼你們 你問我 我回答 不過你們都明白 村長處境 了解我 我要空余時間 才能回答你們 有時候我都會忘記了 那你回答個hi 當然不要太過分 一些很無聊的問題 我穿了今天天晴 還是下雨 那些 臭小子 會不會玩 但正常來說 我都很疼你們 我知道你們如果有問題 我都會盡量解答 還有 之前 阿尖卜尖 就同樣很多人批白字 很多人都說很準 開始有人想批榴槤 那我就 在外面檢查過 外面的價錢 批榴槤 最少都是千多元 有些去到幾千元 那我不知為什麼 就是 村長呢 很久沒有占卜 我就 不太知道 當然我都知道 某些是非常貴的 那 那 我朋友就很好 那我朋友 都是收回 那隨便吧 都是380 跟我們批榴槤 那原來批榴槤呢 就是憑你 因為他們之前批過八字 就知道他大概是怎樣 就用回明年 就是 他也是跟你們 逐個時段對 就是逐季逐季說 你們的季要怎樣 注重什麼 什麼事 明年有什麼要注意 那這個就叫批榴槤 那有興趣的朋友 如果你說 只看生肖 批榴槤太大範圍了 很想是屬於自己的批榴槤 有這樣的興趣的人 可以試試 但如果你說 你想用塔羅牌問 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我就會 我記得我一集 就教過大家 怎樣問問題 那再看看 下集 會不會再教大家 用塔羅牌 其實呢 因為塔羅牌是沒有時間的 所以就不能像尖箔尖 那麼準 榴槤一季一季說 但是如果你說 只在塔羅上面 怎樣 大概 都可以的 那我下一集 看看怎樣說 先講一個 靈異故事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聽 一些類似 是 我們聽過很多款 我記得 我們聽過很多款 就是包括那些 那些叫什麼 酒店 對 或者是一些命案 那今天這個 都跟一些命案 有些關係 就說 就是說 在早期 這個故事的人物 死者 是一個少婦 她的年紀大概是26 27歲左右 那 她當時呢 是非常之性感 好漂亮 不可以拿我自己來舉例 村長已經是 村長又不性感 很漂亮 很性感 穿衣 很紮身 很風韻 有傳 是不是用風韻有傳 他年輕 她經常性在商場買東西 但是 她在那裡 嫁的老公 是一個很平凡 不起眼的男人 這件事的故事 說出來的 就是由商場裡 打工的兩個年輕人 說出來 這兩個年輕人 在商場裡 做一些管理員的職員 即是 Yang的安保 當時 就是由他們 這兩個年輕人 講述 關於陰魂不散的靈魂故事 先提醒大家 這個故事 並不是很色情 但形容詞 也會有點色彩 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這個女孩子 她太漂亮了 她從外地回來 一回來 嫁給四川的老公 這個老公的樣子 很鄉下老的 很萌實 很踏實 但這個女孩子 在外省回來 就已經很懂得打扮 很漂亮 身材又非常好 所以在四川那裡 他們住的地方 就已經是 很多人都出名了 還有 還有就是 他們這兩個年輕人 就是在商場 做安保 閒時 他們整群躲在 那邊 就捉下棋 他們都會 說起這個女孩子 就說 這個女孩子 樣子 漂亮得 不得了 身形又這麼好 如果肯做一下我情人 或者肯理一下我就好了 也有些人都會說這些話 說完沒多久 那個女孩子 又真的來這個商場買東西 他們因為 整群在角落邊 吞泡 一看到 他來了 一說人就到了 這個女孩子 就在這裏 有滋滋擾擾的 選擇 看看 又很空閒 很清閒的 整群色男孩子 就說 如果有機會 我可以跟這個女孩子 這樣就好了 這樣 所以他們的話題 經常都圍繞著這個女孩子 都很熟悉的 就覺得 哇 好難得來 這麼漂亮的女孩子 後來 就怎麼知道 就發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什麼事呢 就是這個女孩子 當時就是經常 吃這個女的豆腐 即是說起 他們整群吞泡 那一群年輕的管理員 有一個叫阿楓 有一個叫阿健 他們是兩兄弟 這樣阿健 就經常說 如果我有機會吃到她 就好了 哈哈 經常都說 好了 突然之間有一天 就 這個 有一個噩耗 就原來做什麼呢 就在她的 發現這個女孩子 在屋裡 被人殺了 而且 就是 不是就這樣 我 只 斬殺你這麼簡單 是分了絲 將她切了一塊塊 切了一塊塊 肉塊 是一個很凶殘的仇殺 當時警方去檢查的時候 就發覺房間裡 沒有任何打鬥的痕跡 所以 而且 財物也沒有不見到 警察就要找 要想 為何要殺了這個人 財物又沒有不見到 門又不是叫的 為何呢 他們就突然想起 咦 有可能 就是懲殺 為何不想起她的老公呢 原來 事發的時候 她老公說出了 去城外面工作 要兩三天才回 所以 當時 她的老公回家 發現這條絲 報警 所以警方也覺得 她的老公可能性不高 她覺得 這個女人這麼漂亮 外面 又 加上 那些人經常在說 這個女人多漂亮多漂亮 我老公又不在 其實她 被 又沒有叫門 情人殺的機率 是很高的 當時 就要按照這個方向 去調查 按照這個方向 去調查的時候 警察就一定要查 他身邊的人 問她的情人 最有可能是誰 看她的資料 看她平時花錢 看她平時最喜歡去的地方 還有 要問這個女生的媽媽 問她 你知不知道 你女兒跟誰是最朋友 再問她老公 你知不知道 你老婆最有機會是誰 不問 一問 突然之間 很多人 就突然指證 說是這個商場 那兩個年輕人 一個是阿健 一個是阿楓 一個是阿楓 就說她 最後看到她 是跟這兩個人在一起的 那警方就覺得 哇 這個是一個很線索 當時 一塔 就塔了一個 的阿楓 一塔就塔了一個 的阿楓 你們兩兄弟 就塔了回警局 那他們兩兄弟 就塔了回警局 回到警局 就很害怕了 為什麼呢 他們現在 一塔回去 隨時就說 他們殺人罪 就是要判死刑 就很害怕了 那那個公安 那些公安 那些公安 就疼他們 就說 喂 人家見到 她最後跟你們在一起 而且 看到她跟你玩得好 認了她 是不是你們殺人 在這個時候 清兄道弟的阿楓 就出賣朋友 就說 喂 阿健 是你的 你就認了她 你殺了人 如果你做的 你認了她 我不能坐牢 我有家人要照顧 還有 這件事養了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就不會跟我結婚 你經常說 她那麼棒 你很想上她 你做的你就認了 那阿健一聽到 就很傷心 就差點想起床 跟她打架 她就說 喂 你們都知道 我平時只有一把口 那些吹水吹的 我哪裏有真的想過 我說而已 我哪裏真的有做過 我猜不到你這樣想 兩兄弟就是這樣 大大聲就在那裡吵架 警察看到 咦 鬼打鬼了 就任由他們 你們兩個自己談好 自己想清楚 想清楚 要自首 就再跟我說 就關門 關門 就困住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 一直 一人疾對方 一句 有空想打架 阿楓就繼續說 認了她 我認什麼 我何時有做過 繼續這樣罵 兩個罵 當然這樣一吵 就吵到已經是夜晚了 就突然間 換了班 另一個警察就過來 就打開門 就問他們 喂 你們聽不聽到有個女人哭聲 然後 阿楓跟阿健 當大家不鬥嘴 停下的時候 真的聽到有個女人哭 有女人哭 警察 然後 警察就心裡很害怕 一看她的樣子 就知道是很新的 就說 欸 欸 你們認不認得那把聲 然後阿楓跟阿健 就私下在說 喂 那把聲 好像是她 好像死了女士主的聲音 那樣 真的哭聲 那警察就很害怕 你們兩個出來 和我找個哭聲 從哪裡來的 就指著她們 和我走 跟著哭聲去 其實那個警察都很害怕 那他們就發覺 哭聲在遠處 在那個 他們困住的地方 在外面有個位置 在那裡傳來的 走到過去 那哭聲 就 就飛了去 那棟東西的另一邊 他們在外面 繞一個大圈 去另一邊 那個哭聲 又飛到另一處 那哭聲 就好像 故意在他們面前出現 但是你到 它又飛到另一處 讓你覺得很奇怪 很靈異 當刻 他們兩個看著 那他們兩個 就自己商量了 喂 真的像是他 看來他有些事情 想跟我們說 一轉頭 想跟警察說話的時候 那個警察已經害怕 到臉都聽了 哇 快點回去 和我快點回去 已經害怕到不得了 知道真的有鬼出現了 那好吧 既然是有鬼出現 第二天 告訴大隊長 警察隊長 就回來 看來你們應該有話跟我說 是不是你們做 是不是昨天有靈異野 女鬼回來找你們報仇 他們就說 不是 於是 他們就說 事實的真相 就是這樣的 那一天 這個女生 又來這個商場 逛逛 這次逛逛 剛剛來到的時候 剛巧他們路過 見到這個女生 逛逛逛 他們的頭髮 有點濕 像是剛剛衝完 身體 還可以翻肩香飄出來 對於他們年輕人的 你不是在這附近的公眾浴室 那裡 就是那些桑拿去洗澡 然後 那女生 一看到她們 一看到別人撩她說話 她就跟我說 是啊 那有什麼問題啊 這個女生 就不單止 只是養身材 很吸引她們 但連說話 都比林智玲 連說話的聲音 一這樣說 那男生 就心心眼 就 塌了 哎呀 那有什麼問題啊 那當然 你對於阿健來說 當然會想入非非 還要在公眾的操堂上 洗澡 頭髮還有點濕 那她就 說笑 一個女生 這樣出來 商場 有 那麼有空 一說完 那她就突然之間 就撩回這兩個男生 就說 是啊 我今天真的好空 那怎樣啊 你是不是打算帶我去玩 那既然 那女生 都說到這樣 都約到了 阿楓阿健 當然要也不說 笑笑笑笑 好啊 我是晚上想著 我和阿健想著 兩個沒事做 都是看電影 你來不來啊 那麼 想不到這個美女 這個很美的少婦 一口就答應 沒有問題啊 那待會呢 因為要等她們下班 待會就一起起起 說好就好啊 那這兩個男生就心想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來的 到下班的時間呢 就看到這個女生 回來的時候 已經換了衣服 很明顯穿得漂亮了 而且化了少少妝 那我樣子就 立刻就令到阿健 心心想 哇 她化了少少妝 好美女 比日後見到她 那時候更索 更迷人 就很開心 深花露房 那美女和我們去街 不用那麼乾了 那他們兩個呢 就在那裡 看那個地方 戲院的電影 看完一套呢 那我女生就笑呵呵 就說 我還沒想回去住啊 看不看多一套啊 那他們兩個就說 好啊 那再看多一套吧 那再看多一套電影 看完兩套電影之後呢 出來呢 就已經晚了 就是戲院都要收檔了 那那個女生就好像 還不太想回家 那他們於是就在那裡 聊天 既然她還沒想走 那他們兩個又不太好意思 就是拒絕那個美女 那他們就開始聊天 啊 其實 我們也有見過你 和你老公在那裡 走商場的 這樣說呢 本來就會以為 哎呦 會不會是說錯話 很掃興呢 那但是想不到呢 這個女生呢 一回答就說 我知道你怎麼想的 你覺得一朵絲花插在牛份上 你覺得我老公很醜 不配合我嘛 一說呢 他們兩個就笑 啊 想不到呢 一說你就擊中了要點 雖然心就不停想 那口又不好意思說 誒誒誒 那這個女生呢 就繼續說 誒 我知道那些人怎麼想的 不過我不管了 喂 接著有什麼玩啊 快點想吧 那他們兩個就 不太好意思拒絕這個女生 唯有就說 這樣啊 那去阿健家裡玩 我到處都沒有地方去的了 要不就這樣吧 買啤酒 買花生 買點食物 上阿健家裡 玩拼牌 玩鬥地主 那這個女生呢 就二話不說 好啊 這樣啊 阿健和阿楓 兩個來看我眼都 嘩 這麼奇怪呢 我們是陌生人來的 那你也跟我們回去嗎 但是呢 他們兩個就 並沒有想得很歪的歪念 只是想著 既然想找人陪他玩的 就玩了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就去買了一些花生和啤酒 就上到阿健的家裡 上到阿健的家裡 大家就在那裡吹水啊 玩啊 那鬥地主一玩玩玩玩玩玩玩 開始就越玩越夜了 玩到呢 是凌晨的三點了 那玩到三點呢 見他還好像很開心 不太想睡啊 不太想回去啊 那我跟他說 繼續玩啊 繼續玩啊 你不用回家嗎 我不用啊 我回去反正我老公也不在 所以我不回家了 繼續玩啊 繼續玩啊 那他們兩個就心想 雖然你就繼續玩而已 但是我們兩個要上班的 又不好意思拒絕他 所以就繼續跟他玩 玩到呢 就是差不多天亮了 那阿健都忍不住出聲了 因為始終呢 雖然平時口花花就說想吃他而已 但是去到這一刻 其實都很尊重這個女仔 你想玩就玩而已 但是 喂 玩得太盡了 那我忍不住跟這個女仔說 不是多好了吧 你是時候都應該回去吧 那那個女仔呢就說 不用 我不用回去的 呃 不就再玩一下先咯 沒所謂的 然後他們就說 呃 但是 你就不用回去而已 我們都要回去的 因為我們 其實要上班的了 睡一會兒呢 我們就要上班 沒有問題啊 那他就 而話不說呢 就走了 那麼他們兩個男仔呢 就 你眼看我玩 這麼奇怪啊 那這個女仔 就因為這樣 就離開了那個家 就說回自己家了 在這個時候 然後呢 阿健和阿楓呢 就見到這個女仔呢 一說要回家那一下呢 那樣子就很失落 但是 難道我留住你嗎 大哥 那有得他呢 就走了 說到這裡呢 他們就跟這個大隊長說了 那 警官 我已經把所有的實情 都已經告訴你了 那警官就說 真的說了這些實情 你不怕那隻女鬼再回來找你嗎 那他們兩個呢 又再看我眼前 再看那個警官 警官 如果我們 我們有殺人 有犯罪 我們昨天 趁阿sir很害怕的時候 但我們 叫我們找女生哭聲的時候 我們都走了 還那麼大膽嗎 而且 都明知是那隻女鬼回來了 難道 如果是我們做的 我們不怕嗎 那個警官 聽來看見他們的眼神 好像很穩定 又好像 究竟他們是連環 真的殺了人連環犯法 那種很厲害 還是他們說的是真話 半信半疑 就只好說 總之 你們對著我 就要說真話 既然那個女鬼那麼猛 是會回來的 如果你們說任何一句假話 那個女孩子肯定 就會纏著你們不放 你们要相信我 因为我已经做过太多空案了 如果你们是说假话的 就算到最后你们都要坐牢 不放过你们 他们在庐房那里都会牵着你的 那风和阿剑说 我们真的说真话的 那晚他走了之后就是这么多了 那风就说了 都还是怀疑阿剑的 喂 走了之后你真的没有了 是你都瘋了 我和你欺负了一会儿 然后我们就上班了 之后我整天都跟你在一起 你不要想起来 想起来哪里 那风当时想了一会儿 又好像是哦 既然是这样 大队长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OK啦 暂时相信你们先 但不会放过他们继续要调查 好了 那一晚呢 哭声又来了 因为第一晚已经出现过哭声 所以在那个馆里面 所有做警察的都已经很害怕了 已经听到那个女鬼会回来找这两个人了 这两个人究竟是说谎打龙通呢 还是任何一个呢 就不知道 那只女鬼那一晚呢 就在他们的楼上呢 就走来走去 而且呢 又继续呢 又传出了哭声 那啊 警察呢 又继续叫他们 啊 今次 我让你们在这个馆里走一圈 你告诉我 那哭声在哪里 又再一次呢 就要他找那个哭声源流 不知道这些是否那些人 查案的那些巧呢 拿那些哭声出来 吓吓你等你呢 就觉得呢 就心虚了 那说他们两个呢 就走一圈呢 今次的鬼一模一样呢 走到那边 那个声音就飞到相反方向 就是跟你玩捉医音 无论如何都好呢 都没办法呢 找 捉得到哭声在哪里 那还要那些警察在那儿跟着 看着他们呢 因为想看看他们的行为 有没有鬼拍后尾枕 都看到这件事的 啊 就在这个时候呢 外面突然下雨哦 感觉上呢 好像这个女孩呢 死得好冤枉那样 连个天都为他哭 种种迹象显示呢 哼 雷落雨 女鬼哭声 这件事呢 绝对不简单的 那究竟 那个女鬼是想传递 些什么信息给他们 还有 件事打后 还会有什么奇怪 灵异的事发生呢 那我们留在part 2 继续跟你讲这个 阴魂不散的故事 亲爱的观众 是不是很想买 罗永恒令义村的节目呢 那方法很简单 冷静一下听着了 首先呢 你在我们的网址登入来 那你就要用facebook 或者email登入 登入了之后呢 你就要选这个 节目付费的方法 然后呢 你在购买节目里面 知道选我的节目 就是罗永恒令义村 三个月啦 不要选错啊 啊jam说明是选错了 不回水的 那选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付费方法了 分别呢 你可以用paypal credit card 或者银行入数的 如果你用paypal 或者credit card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一买了呢 就已经是即刻 直接就已经可以 随时可以 收听我们的付费部份的了 那但是如果 你用银行入数的话呢 那你就要 传回你的入数纸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帮你开通的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还不立即行动呢 � behind you 钱 麻烦 seed 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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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